随住社会时代的与时俱进 各地区都在重整开发建筑 这就意味着很多老旧的宅子都面临住拆迁 社会上有官二代、富二代一说 但往往在拆迁的时代里 隐身为拆二代 因为拆迁补贴费用不菲 然而在现实当中 大家对钉字户往往都不陌生 钉字户拒绝开发商 往往存在住很多问题 古人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带房产拆迁 无疑是和平年代的战争 战役的双方是不对等的 一方是散兵游泳 一方是机械化军队 明显钉字户就散兵游泳 从名字上来说 就是一些人家不愿意拆迁 像钉字一样坚持己见 而大部分钉字户都是中老年人 要拆迁 势必要毁坏自己的家园 家园记载了他们深厚情感 也因此是极其反对拆迁的 也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故土的 即使是面对国家的巨额的赔偿款 他们大多也不会愿意 相对于年轻人比较重力 部分年轻的钉字户不愿意拆迁 主要是拆迁款还没有落实 他们向开发商索要巨额的拆迁款 双方没有达成共识 因此 拆迁就没有实现 所以也是说 老年人重情 年轻人重力就由此而来 网友呼应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是一个民族的象征 后被要传承下去加以维护 文化的价值也是现代工艺复制不了的 所以这便是很多钉字户拒绝开发商的问题 但这种情况中老年人居多 即使是面对国家的巨额的赔偿款 他们大多也不会愿意 现如今 就有这么一件事 据说他对曾对开发商说 给他一百亿他也不卖 堪称是那最贵的钉字户 到底是怎样的一块地皮 能值一百亿 然而在河南郑州市高新区 东是马家村的任家古宅 人家古宅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年 房子是品字型的布局 占地面积大约有三十多亩地 古宅类精美的木雕 砖雕石雕 向后人诉说 祝人家仙人荣耀的过去 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人家古宅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有些名气的建筑 踏入老房子的时候 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宅子的年代感 大宅的匾额上 写祝福一国正赐字 原为清道光皇帝提写 原贬已遗失 当中能感受到古宅主人位居高官 所有由此可见 人家古宅堪称得上最贵的钉字户 而网友呼应后 家族的魂 个谁都不愿意 也纷纷表示 我们只养你 都说人的交情过久 往往感情越深 那古宅主人对古宅更何况不也是一样的交情和感情 虽然大力兴建 但也该注意对古老建筑的维护 所以这家钉字户认为 价格再高不卖也是情有可原的 精神物质是金钱无法衡量的